相信這件事是存在的一個現實 不會說長長波 哇 真是很厲害 大家看得到精神之上 中五十年怎麼去踢波 天使沒那麼黑 現在我殺到黑古勒棠 就整個古天樂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現在不是那麼好做 真的很好做 那先 體育T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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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訂閱一下 紅色的按鈕 不用見了 謝謝 說這麼說 如果有的話真是不錯 基本上我們全部都攔開了 我們全部都攔開了 因為很多時候有些球迷 或者喜歡投資的一些球迷 就很認爲到 我們是會和一些球會 或者一些相關人士的關係很密切 但是我們先要利益申報 我們絕對根本就不會和他們有任何聯繫 儘管可能他們有機會和他們想接觸 但是我們基本上 我自己就不能說我們 我自己就不會和他們有任何的接觸 因為實際上 這件事不是一個健康 因為我們這個是不新的一個職業 其實是聽到的 因為我經常跟很多人說 我們這個行業和其他行業很不同 我們做些什麼全部都鋪出來的 我們不能收起來的 我們又不是廚師 又不會躲在廚房後面 因為你吃東西的時間 你看見你吃了一碟叉燒 但是你不會看到在廚房裡面 那一碟叉燒是怎樣做的 是廚師躲在後面 做一塊叉燒 人家在外面吃而已 但是我們不是 吃了一塊叉燒 我們不是的 我們說的東西做的東西 全部都是在鏡頭前面 或者在電台口網台口 全部都鋪出來的 我們這麼多年來 我經常這樣說 真金不怕紅爐火 露遙之馬力 天九個見人心 什麼都齊了 什麼都說出來了 究竟說話的風格 是不是有所偏頗 或者會不會有些什麼導向性 故意地這樣做 你可以這樣說法 說什麼 等於一對男女拍拖 那條空心老官來的 你騙你的朋友 你騙得十天八天 你騙得一句兩句 你騙不到一年兩年 空心老官就是空心老官 你騙不到一年兩年 等於套用在我們的身上一樣 如果我們說話是有導向性 是會令到人有個見解 會這樣去到跟隨的話 還有一句說話 一句說話很坦白的 說得難聽一點 嘩 真是這麼準 我不給你了 我自己搞了 我不用廣播了 我不用廣播了 自己發達了 嘩 這麼厲害 一會兒我可以收購 我可以去 永遠都是 當自己賭的時候 當自己賭買球的時候 你就有一種偏向性 還有主觀性 這個呢 即是你要客觀一點 如果我自己不參與任何的賭球 那你的客觀性就會強 因為你剛才問這個問題是兩回事 我們有沒有受到一些 即是相關人士 給我們一些的指示 通過我們廣播 有些引導性 即是說這對球是不行的 是的 這件事就絕對沒有了 但這件事是正確的 你一參與下去 就沒有了那個中立性 沒有了客觀性 你就會沉迷下去 完全是不能自拔的 其實我也有個例子 我們曾經有一位普通話很出名的評論員 現在中國裏面是最高身的評論員 曾經自己都喜歡賭兩手 結果都是搞不定的 到自己賭的時候就輸了 他跟別人平的時候就很厲害的 牽涉在裡面的話 因為你知道 確實有些事情是有些 冥冥中自有主宰 有些安排的 你會察覺到 因為這種察覺 我可以這樣說 你們分享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們看球 講球都幾十年了 我不是說自己自誇自慧 有時看一些球 看大概十幾分鐘 我知道那場球大概是會堅定留的 不怕這樣說 是否要保留之類的 相信這件事是存在的一個現實來的 不會說長一場球 哇 真是很厲害 大家看到精神至上 一定個別比賽 我都可以這樣說 是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們就一看的時間 例如我自己看 十幾十分鐘 我就知道這場球究竟是堅定留的 但是我們盡量 希望能夠一個很持平的 告訴你 我們講的是講的事實 它是 譬如說控球率是低就低 它是不射就不射 這些是數據事實來的 這件事 我亦都有一個看法 如果你看到這場球 發覺和我們心目中所估計的 或者和它正常的踢法是有差別的 是的 我作為評論員 我會講到去甚麼地步呢 我不怕做個例子 我現在和來哥上來談 剛好就是昨天凌晨 說完利物浦對車路士那場 歐洲超級杯的賽事 踢到大概二十多分鐘之後 我已經在節目裏面說了 我說這場賽事 利物浦在九十分鐘裏面應該贏不了球了 我說了 我不怕 我們不是說道不道向性 我們只是說 它踢出來的整體效果 和在之前的熱身賽 和在之前對著萬城的賽事 上一場對著駱惠治 是有很大的落差 這些落差是一種比較失常的落差 包括幾個球員後面的失誤、走位 我們用經驗去判斷 告訴你不應該出現這樣的落差 或者球員的走位不應該出現這樣的差錯 因為利物浦不是一支普通球隊 你是經過了磨練上一個賽季 看得這麼好 幾個球員這麼厲害 那種走位上的犯錯 應該不會這麼輕易出錯 我們怎麼出這件事 告訴大家 這樣的情況是比較異常的 這個狀況是異常的 不常見 要留意 要留意 告訴你 那些球員就能聽到 你當作是講波經也好 或者你用另一種的心態去聽 是你們自己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我只是用我自己的尊嚴去看這對球 其實我和其他一些講波佬 因為說真的 講波佬形式式 大家各有風格 很難相提並論 誰好誰不好 當然有些很厲害 很多粉絲 我覺得有些同行 他們比較傾向資料性很強 四十九 八十九 七點六 那些 或者一個記性很好的 一聽完 7、8年那時候 又是一樣樣 大哥 三十四十年前 你記得他這麼厲害 然後有一些就說 怎麼做 比如說球員怎麼做 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 我自己分析我自己 我的擅長最強處 是在現場場的那個場面的分析 搞氣氛 就是我一方面搞氣氛 二方面就是對於兩隊波對陣那個場面的分析 就是一個局面的分析 就是臨場的分析 兩隊波的踢法、走勢 這件事可能累積幾十年的廣播 比較容易看得到 早次我就是這樣說 那場球 我正在節目裡面這樣說 我這場球看成這樣踢法 利物浦九個分鐘裡面 想贏的球都很難 實際上 因為那場球 我們看到 就是從種種的數據 看到 哇 利物浦真的鋪天蓋地 很多人都很喜歡利物浦 很想他贏的 得到他們希望生活中的回報 沒有預計他贏的 是的 我突然說 我完全都不是那一回事 所以說回就是用我們的經驗 但是我們的表達方式 純粹是一個用實力的表現去判斷 這件事也是幾十年來 就是聽開我的廣播 這麼多年的球迷 他們聽開知道 我想 必須要堅持一種自己認為對的立場去說 那才站著腳 即是說你很客觀 對不對 又不受人影響 當然不要受人影響 受人影響真的很難 因為長久性的 你影響得久就玩完了 對不對 這些東西走過來 貼過來 趴一聲走開了 我們還在這裏 還在這裏做事 對不對 說到訓練方面 其實你當年肥仔一名 後來你看現在操得多身體 總之再減 怎樣驅使你 那就是體育的 大哥很肉酸的 整個肥頭得意 你那天整個肥頭得意 就是過不了這關 那時年少無知 還未察覺到 最重要的是那個圈子 大家都是喜歡體育的 包括在新加坡的時間 好像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好像陳希榮 他風雨不改 每天就去我們住的區 旁邊的學校的運動場 他真的每天都跑 陳希榮就是以前中國國家隊的球員 亦都做過廣東教練 亦都在我們ESPN Star做過廣播 亦都現在在廣東台做廣播 我也有跟他們合作廣播 他一直都是風雨不改 做運動 我們整班 無論是在新加坡也好 或者回到香港 因為其實主要就是那個朋友圈子 我們經常這樣說 近朱者赤近密者黑 你那個圈子是喜歡運動 我又喜歡打網球 喜歡跑下球 踢球 而且真的做運動 自己又開心 是不是 又可以保持健康 又健康又好 所以都OK 我覺得這樣不錯 亦都忍受不到自己的肥頭 有趣 真是忍受不到 越看越噁心 真是忍不住 自己忍不住 當然可以做 做得不錯 現在越保持健康 其實下午2、3時 你去打網球 我們很厲害 真是瘋的 下午2時打網球 中午12時去踢球 之前沒那麼黑 現在我殺到黑股立凸 整個古天樂 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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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佬古天樂 這樣做就能認得 這樣做就能認得 這樣做就能夠膚色 這個可以的 也奉勸大家多些運動 對 多些運動是好事 真是 好了 其實你在新加坡 做地產有個經紀牌 有 有 有 是否好做呢 現在就不要做了 又話題轉回新加坡 你問我 對 完全在市場裡 知道了趨勢 之前就OK 都算是找到吃 但是 差不多10年前開始 新加坡政府就一直鼓吹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或者是中生代 他們接受的教育水平高了 他們都一直鼓勵那些人 直接去到自己去到 進行一個房地產買賣的交易 提供了很便利很方便 在網上的交易平台 變了在這個層面上 以往奈爾的經紀人 去到幫他處理文件 他都把處理文件的手續 簡化了很多 變成在這個層面上 你會覺得 經紀那個扮演的角色 就慢慢慢慢會減弱了 更加重要就是說 就通過這個買賣雙方 他們自己的直接溝通交流 也都會減散了很多不必要的誤會 從而令到那個交易會透明度更加高 這個是主觀他們提供的平台服務 另一方面他們也都在近幾年裡面 推了很多對於房地產經紀的相關條例 其實如果作為一個營運者來講 我覺得這些條例 有一點叫做過正的 變成我覺得是沖來的 你很容易會踩到沖裡面 會被買賣雙方 會找到你的專業不足 或者叫做疏漏地方 去到令到你的專業 或者你的回報受到影響 還有也都有很多的相關條例 譬如說監管條例 或者保險各方面其他東西 會令到你的經營成本大幅上漲 如果這麼多的相關的情況 夾閘在一起的時候 令到這個業界的生存空間 就有大幅度的收窄 所以我覺得現在不是那麼好做 但如果在新加坡買樓 其實都是可以的 你說價錢嗎 即是透過網上去買 可以的 因為他們提供在網上的資訊 你去查契也好 查各方面也好 而且你始終都會經過另一個環節 所以你必須有一個律師的參與 其實律師在這個程度上 都會把關 把關 把關的成份過了之後 也從而令到好像覺得 那個經營的經紀 那個扮演的角色就減弱了 所以變成 又可以了 直接去到大家交易 我又可以省回公司 因為現在來說 最近之前 我們很多時候的行規 成交價的1% 就是那個 commission 到現在來說 很多的從業員 或者agency 不是加 因為它受不了 要減 它要加一個commission 它不加 它根本承受不了成本壓力 如果1% 你搞了那麼多 那些駕床 那些條例 又逐排的牌費 一會兒怎樣買保險 你不加上去 根本 只是靠1% 你根本是 無法避免了 你反而還要加上去 加上去 是做少人 所以變成 在這個循環之下 慢慢來講 房地產經紀 角色會減弱了 亦都從而鼓勵了 買賣雙方自己 直接的交易 這個我們 在市場裏 我們就知道環境了 真的 知道很多新加坡的事情 好了 回來 還會談談 新加坡的教育度 應該是怎樣 就這樣